生活当中真的很多朋友在讨论这类的话题 所以我们希望如果有这类心情故事的朋友们 都可以上网可能写一下自己的心得 也算是一种发泄 那么谈一下说 比方说你在录这样子的歌曲的时候 是不是脑海里面有一些情境啊 或者是一些感觉 其实我在录这首歌的时候 就是真的在录音室里面落泪了 可是其实这个很多人以为说 是不是因为我有相同的经验 但其实不是 就是因为刚好不是自己的故事 所以特别的需要把自己的心情 是放在这首歌的歌词里面 所以那时候唱的是特别的深刻 那么听完了郭静说了很多 这个唱歌的心情跟心得之后 一开始当然话不多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你的MV咯 好 好 请欣赏 好 再次欢迎我们的娱乐大爱宾 让我们来欢迎的是郭静 哈喽佩颖 哈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郭静 好 刚刚我们听完的就是你的新歌 离开 好 要不要跟网友们还有跟朋友讲一下 说大概离开是描述什么样的故事 好 离开其实就是 可能在你离开一段爱情也好 或者是你对以往的亲情 然后一种怀念 一种回忆 会一直在你心里闪闪发光的感觉 它不一定是 都是不好的 也许是有好的 就是你会觉得说 你好像没有记忆了 可是你会因为某一件物品 或是你可能经过某一个风景 然后突然让你回忆起以往的那个经历 独物思人的感觉 在回忆那段爱情 其实我很好奇 因为 听你的年纪 坦白说 应该我们都差不多 可是你唱起情歌来就特别的 有让人有感觉 然后会让人很打动人心 到底 你是什么样来发挥这样唱情歌的这种感觉呢 其实我 因为自己多少也有经历一些爱情 爱情的经历 然后因为我唱的歌其实也有一些是有关于友情的 所以这个来说 因为我现在就是真的是以身边的好朋友为 经验吗 就是好朋友跟家人对我 现阶段的我来说是很重要 因为没有爱情嘛 所以他们都对我来说 就是会让我就是很快速的可以进入歌曲里面的状况 但爱情的话 如果不是自己的故事的时候 可能就真的需要就是当演员那种感觉 就是假装自己是里面的主角 好 提到了当演员 那你有没有希望说以后自己也许在演艺圈的这个发展 可能很多元化 还有现在很多的歌手 都是唱而优则而演之类的 有没有这样的打算 其实默默的有尝试一些演戏的经验 不管是一些公益短片啊 其实自己的MV也都是在演戏 对 然后之前也有客串过电影爱到底里面的一个小角色 然后也有这个 本来要拍一部偶像剧 然后真的有去 是一部关于跆拳道的偶像剧 然后我真的有去学跆拳道 也有上表演课 因为第一次演戏嘛 然后演了一天 可是因为就是跟我之前的专辑宣传有达到 所以就不得不放弃演出 哇 好热血啊 去学跆拳道 对 真的是 一个很棒的经验啦 那有没有想说以后可能假设真的有这样的经验 以后不冲突的时候 有没有想说要演什么样的角色啦 然后或者是说想要跟什么样的演员来做配合 其实我觉得我会希望 因为毕竟演戏的经验不是很多 所以会希望以可能很像自己的个性为主的 然后尽量亲密戏我们不要太多的这样子的戏剧 为什么 我朝这边发展 因为我会很就是会害 害羞 也不知道是害羞 或是觉得会尴尬 因为毕竟对方他不一定 就是他不是你真正的可能真的 很亲爱的人 对对对对对象 所以我就会比较担心这一块 因为我连拍自己的MV我都很担心这一块 就像跟佑胜对戏的时候有会有 有会在吗 有而且其实就是这次有加那个亲脸颊的戏 对啊 因为以往我拍MV的时候顶多就是牵手抱抱这样子 然后但是呢你知道我没有特别的想法是因为说 我们拍那个亲密戏呢是已经拍摄第21个小时了 所以那时候我们眼睛几乎都是脱窗的 然后就已经你知道模糊到已经看不清对方了 就希望说可以赶快把这个亲密戏赶快结束 然后你赶快回家睡觉 所以没有你知道跟就是很多女性心目中的偶像对戏的感觉 没有耶 而且真的其实蛮多朋友羡慕我 我说为什么你可以跟佑胜一起演戏 嗯 我说导演安排的啊 哈哈哈哈 然后说要诚心不是你要求的吧 不是我要求 是导演安排的这样 哇所以说其实 国境对于亲密戏是有一点点害羞 我真的还蛮害怕的耶 尤其是就是要在大众面前你知道演这样的戏 我真的会准备清场 哦会准备清场这样 准备清场 好而且大家都觉得说你是这个以前是存爱女生嘛 嗯对不对 那慢慢慢慢的出了好几张的专辑 然后慢慢的转变成存爱天后 嗯 其实这情歌既有一定的地位 很多人都是听着你的情歌疗伤之类的 嗯 你有没有慢慢慢慢想要带给大家什么样不一样的感觉 或者是你希望呈现什么样的 有耶 其实像这次第五张新的专辑啊 一开始的主打歌就是跟以往我可能只唱一些轻轻 碰触到感情的部分比较不一样 这次比较浓烈了 对 对然后专辑里面尝试了很多不一样的曲风 像是有爵士有轻电音 然后也有那种六七零年代的那种恰恰 复古舞曲 然后在专辑的像就是复古舞曲这首歌当中的MV当中我也尝试了跳舞这件事情 哇 嗯 所以其实这张是比较更多元化一点点 嗯 要不要跟大家接下来跳什么舞好不好学 你觉得 你有没有 还月月欲试以后想说都是什么这种舞曲 没有我其实比较不了解一点是说 为什么年纪越大然后反而又要朝那个唱跳歌手迈进 对但我知道这是一个希望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郭靖 而且大家会有个既定的观念是说 诶郭靖你既然会跳啦啦队的话那你应该也很会跳舞 嗯 但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啊 但是我们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去跟这个台大热舞社的同学们 一起就是舞蹈练习 然后有学一些就是恰恰的舞步 但是有一点点 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 所以就是稍微一些基本的舞步 那很多都是手脚比较跳跃式的 然后也是比较动作反复就是很忙啦 嗯 对在MV里面会看到一些很忙的动作 现在也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偶像了 那其实你自己有没有自己的偶像呢 或喜欢歌曲的类型 有啊其实像我自己一直以来的偶像应该是RAM吧 RAM 对 为什么 就是看他表演有一种很棒的舞台魅力 嗯 而且他也真正就是又会唱又会跳 哦 对然后唱起那个抒情歌也是特别的深情 哇哦 刚刚还有人讲说 可以当场跳加入对吧 不行 我们就留在MV 其实我签唱会的时候已经跳过了 对你可以去上网找一下那个影片 或者是之后的时候来到现场上可以跳 感觉更好对不对 我们都要动过网络我们要看现场的 对对对对对 这边位置太小了 我们就在地上你要转圈圈这样 有机会就可以表演 就是哇这个我很特别 你喜欢RAM 真的啊 哇就是又唱又跳这样子 嗯 所以另外我就想说以后也许多多给大家看到很不一样的郭星这样子 我尽量 这次的专辑我们刚刚讲到有很多不一样的曲风 那你觉得呢 最喜欢专辑里面的哪一首 最喜欢哦 其实你知道这也是官方说法 就是说十首歌都真的很喜欢 可是因为很特别说 这次专辑也放了一首自己的作品在里面 然后是我跟我的好姐妹一起就是合作 我是写词 然后我的好姐妹亚军是谱曲 叫做静电这首歌 静电 你要不要描述一下你写词耶 对我写词 因为其实这是我第二次 就是有收录自己的作品在自己的专辑里面 那这个歌的话 其实也是写就是好姐妹之间 因为我的那个投射的对象就是 把我扑去的这位好姐妹亚军 她现在仍是在北京工作 所以其实是就是距离是有点遥远的 然后可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当下可能有一些心事 想要互相倾诉的时候 不管是好的事情 或者是一些难过的事 就会马上与她分享 因为现在很多那个可以联系的 譬如说APP啊或者是TALKBOX 会进隔海 对对对 所以就是会想要及时的与她分享 那平常都跟姐妹套做些什么事情呢 呃 揉控的时候其实还是会相约出来 大家可能吃个饭或看个电影这样 如果真的没办法就是见到面的话 可能就是像脸书啊那些比较容易知道彼此的动态近况这样的 所以说亚军是你找我很久的朋友了 对 哇 所以今天这首歌曲就在讲就是所谓的姐妹套的这个 对 那除了这首歌之外呢 像刚刚也有网友问啦 大家对你跳舞都很有兴趣 下一张专辑你会尝试再跳舞吗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其实这张专辑也是唱完了之后 然后公司才想说 诶既然这么轻快的话 那我们来搭配一个舞蹈好了 所以才临时可能想说去学一套舞 而且假如说以后再办演唱会的话 也许有更生动的演出 对啊 也可以表演啦啦队给大家看 对啦啦队 其实现在你还是OK的 基本的一些那个技巧是可以的 那真的很难耶 就是站上去有什么 那个时候一开始你开始出道的时候 大家都对这个很好奇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有机会出演演唱会也可以看到这种表演 是 哇那好 又有网友说了 那什么时候要办演唱会呢 很多人都很期待 有这种示范吗 其实会有这个想法 但是目前有啦 有是公司也是觉得说可以 好像可以 因为出道第五张 对啊 所以应该是可以办演唱会 所以到时候如果真的有决定日期啊 还有在哪里的时候 其实都会跟大家说的 就要锁定我们郭靖的官方网站啦 对不对 唱片公司也会有宣传 那么呢还有个问题啦 刚刚其实我会发现到说 你越来越不一样了 第五张专辑你有你很多自己的想法啦 学跳舞啦 好又有经济啦啦队 那么是不是大家又很好奇说 那什么时候要改版呢 什么时候要改版呢 刚刚也有这个网友有提论 那就是要看你知道 如果大家就是看怎么支持咯 越支持的话我们就 对就是你知道改版也可以送一些小礼物给大家 哇 好那个网友们听到了 好再来既然讲到这个的话 很多网友也关心改不改版 那是不是签唱会的讯息 是不是 有我们在这个礼拜六呢会有这个 西门丁然后还有中立新竹的这个签名会 对因为之前在签唱会呢在北部已经办过 然后隔天也跑了这个中南部的签名会 那我们这次是加场在这个礼拜六 哇 对 所以大家到现场的时候就可以一块跟你 听你的歌声 你会跳舞吗 就不会了 因为就只有签名 就只有签名 对对对 好的 那么再来讲一下说 其实很多人是这样一路第五章转唱 我不想忘记你到现在 然后慢慢慢慢看着你的成长跟对变 很多人都觉得说听你唱情歌很心碎 那到KTV也喜欢唱你的歌 那你有没有教大家一些小pepper 如何唱到跟郭静一样这么好 其实没有 其实我不觉得说自己唱得特别好或者什么 其实我觉得主要是你对于 你想要唱的这首歌 然后对他的感觉是什么 因为有的歌是开心的 有的歌是难过的 可是你就依你自己当下对这首歌的了解 其实我觉得只要唱出你自己的感情 你周逼的人都会被你感动 有的时候把自己的爱情故事什么放在歌里面唱 都会觉得非常的 那第五章慢慢慢慢来 你有没有有的时候会有倦怠期啊 有过吗 倦怠期是不会耶 我其实反而觉得说可以这么顺利 差不多一年出一张专辑给大家 其实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因为就是因为有可能很多朋友们 都真的有在听我的歌 然后反应也很好 所以才有这个动力 有这个信心可以继续的 就是出新歌给大家听 因为很多的歌手好像慢慢慢慢的 发片到了一个瓶颈的时候 他们都会觉得说很想休息啊 或者是什么 这对你来说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会啦 其实可是会想休息的念头 大概就是在宣传期的时候 因为宣传期真的非常的密集 然后就是有的时候是从早到晚的 那个时候会燃起一点想要 就是说我能不能放假吗 就是 可是有的时候你就放假放久 你反而觉得说 为什么我都没有事情做 反而会慌 对 因为突然时间就空出来了 对 所以其实很矛盾的心情 那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跟时间呢 就对一个歌手 嗯 当然如果可以有休息的时间的话 尽量就是像多跟家人相处啊 或是多跟朋友就是聚一聚 然后 嗯 其实最主要还是让自己有充分的休息 才是比较重要的 嗯 所以就平常都要好好安排自己的时间 这样 对 好啦 我要坦白说 因为那个 就是这边那个很多的问题已经问完了 是到底问我自己的咯 可是想说 就有些问题的话 我们就看 你想不想回答这样 因为像像你说的 你现在没有爱情 嗯 对不对 会不会对自己有一些择偶的条件跟对象 择偶条件 因为其实你知道吧 我从出第一张专辑 其实就一直有人问我择偶条件 对啊 然后我都从一开始 然后开很多那种条件 然后你到现在 算了算了 有到吗 有出现吗 真明天子 当然是没有出现 因为条件太多 太多条件了 嗯 可是其实现在 我觉得就是说 比较注重在于两个一定要相处 嗯 就是嗯 你一些价值观啊 跟感情观这方面 因为我们毕竟也是成熟的人了 对 所以会想的比较多 会希望说这些观念 嗯 是可以接近的 嗯 免得说以后成为一些什么 吵架的一些源头就不好了 嗯 而且我觉得你是个很真诚的人呢 因为虽然说我是第一次采访你 但是多多少少 我看过你之前的一些报导跟访问 嗯 像是大家你说 你像安欣雅那一次 哦 你非常的真诚 跟有趣 不过你直接敲给大家看 这个 这个 因为他们是 其实不是说像 像安欣雅也有 然后我其实很高兴说 因为安欣雅是美女 嗯 所以我想说 终于可以像美女的 就很开心 但是因为就是有媒体就质疑我说 以前是质疑我的鼻子 是假的 嗯 然后后来这一次专辑发行呢 就有一个新的部位 就是下巴 所以想说 那我要怎么证明 因为我不可能用那个麦克风 敲截我 我就想说敲大力一点 但是我这么真心圈换来绝情 因为你知道绝情是什么吗 就是 大家有保留我那个 敲下巴很丑的画面 真心换绝心 你看看是不是 可是真的很真诚啊 我觉得更多人喜欢你 我旁边的朋友 还有我同事 因为我敲下巴嘛 媒体记者对真诚的艺人 总是特别有好 我感想说 哇他怎么这么可爱啊 居然 对不对 那你应该要给我漂亮的照片啊 好 今天跟东升新闻给你 好吗 好 今天没有敲下巴 所以当艺人真的很难当 你会不会觉得 随着 而且我会觉得说 呃就是焦点不是放在音乐上面 反而是外形的改变 其实 外形真的 嗯 你说 被说整形是应该开心 还是应该难过 没有整形 被说有整形 就该开心 哦 因为代表你真的越变越漂亮了 对不对 也许啦 我也只能这样讲 好不好 真的哦 真的哦 所以 常常坦白说 我们 因为毕竟是媒体嘛 媒体有很多 他 当然有一些事情是 也许听到了就会报道 或我们指引你就先写了再说 是 那进来这个圈子五年了 你有没有因应之道 你觉得 其实现在就只是 如果很多事情不是属实的话 那也只能笑 就是笑一笑看看 看过就好 嗯 对 当然如果说 现在有的时候就是会 比较在意说照片漂不漂亮 就是内容你不管了 嗯 但是你至少照片要是 漂亮的 或是好看的就算 但是 因为现在太多那种 嗯 雜誌啊 或者 好可怕啊 会有一些翻白眼 或是什么 对 那你就真的没办法避免 对 一开始会难过吗 还是会啊 一开始 因为这种东西真是 涌流传的 所以就 鑽石嘛 涌流传 现在我会在意吗 假如刚开始 比较在意 现在会不会 比较看的比较开 有 以前我很在意一些评论这件事情 可是现在就看开 因为我觉得有 有些人是喜欢你 当然也会有不喜欢你的人 嗯 对啊 所以就这个 媒体的这个 也有自己的想法就对了 那有没有觉得说 其实很多的媒体 可能对你来说 大部分坦白说 你的绯闻是小的 因为我在 你几乎是零吧 对 有人就觉得说 郭静真的是还蛮单纯的 都是所谓的 绯闻绝缘体 对 你会不会自己觉得说 有的时候想说 但有些 坦白说 有些歌手可能是想 靠着绯闻来巧作知名度 那对你来说的话 你会不会担心说 也许这样子 在媒体上面就比较没有梗啊 或什么 是比较 比较没有点啦 所以这一次有整形的这个点 我还蛮高兴就是 我们可以有多一点话 跟媒体聊 对 但是就是会 一直被讲说是绯闻绝缘体 当然是 嗯 没有绯闻是好的一件事 可是就会想说 是不是没有 就是 嗯 怎么讲 那个 像新闻的 就是 就是很 异性缘很差 不会 不会 但是其实我有很多好朋友 我就是有女性的好朋友 也有男性的好朋友 而且刚刚你有说 你择肉条件太高了 我现在已经很低了 现在又放低了 对 希望你 喜欢女性的男性就可以了 对 所以说之前 这五年当中都一直 会不会当艺人也难交男朋友 因为圈子又更小了 而且你交朋友的话会更小心 会想的比较多一点 如果你也害怕 可能 对啊 女生其实多少还是要懂得保护自己 而且会不会 敢追你的人也要有自信 对不对 嗯 对 你 有自己觉得就是 嗯 会不会别人因为你是艺人的关系 或歌手的关系 会觉得说真的比较难交朋友 这个我就不晓得了 可是其实也不是说没有人追啦 一定有 可是就是说 如果对方真的不是你喜欢那种 或者你真的只把他当朋友 那我真的 只能跟他说谢谢 呵呵 谢谢啰 谢谢 那我们想要几岁结婚 你有没有一个人生的计划 我其实之前一直觉得说 我28岁就要结婚 然后隔一年生小孩 嗯 因为这样跟孩子可能就会像姐妹那样 要亲近 对 或是姐姐弟 所以说印证了一句话是 计划才不像变化 三年他就这样过去了 哈哈哈 对 所以说那现在呢 就想说看 顺其自然 嗯 顺其自然 尽量四十岁之前啦好不好 四十岁太久了啦 不会啊 现在很多四十岁人 你才结婚啊 我觉得是OK的 好的 这段东西尝试了很多的曲风 嗯 那言归之关 有些网友就问说 那希望下一张专辑想要尝试什么样的曲风呢 会有自己有一些想法吗 哇 其实 我觉得好像差不多曲风都尝试到 因为连我自己都 呃 不会想象到说 可以尝试的复古曲风都已经尝试了 嗯 因为像之前摇滚曲风我也尝试过了 嗯 那你说电音也稍微的有这个 有沒有 轻电音的部分 嗯 我们是可以再探讨一下所有的曲风 看是不是和 啊 中国风之类的 啊 中国风 中国风其实在我第一张专辑有一首 可是之后好像就比较少一点 可以试试看 那想唱歌唱到几岁 刚刚说想要40岁以前结婚 那我想要说啊 唱歌想要唱到几岁 唱歌 唱歌我觉得就 嗯 应该是没有分年龄的 就是 到自己真的唱不出来为止吧 哇 会一直为喜欢的歌迪朋友唱下去 会会会 如果你们还想听的话 当然想听啊 那现场还有人说 你可以现场唱一下 一小段吗 一小段 有可能吗 你看超想听 我想听 我想听 想听 想听 我听想听 看你 看你 我们因为 你知道刚刚有播过MV给大家听过啊 所以说 对 唱念你 那不是我的歌耶 不好意思啊 念你风格的郭靖版吗 嗯 有吗 有想说可以吗 好啊 那就唱一下下好了 哦耶 好 那就轻唱一小段哦 嗯 你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 你听不见我的心在喧哗 明明我知道却装作没想法 是善提人意还是傻瓜 喝 哇 鼓掌 现现场我们是喜欢你鼓掌 哇超好听 你看 全部人都说赞飞 唱一唱 就要轻唱非常的好 为什么要讲台语 喝 就是一种那种 真诚的个性的流露 刚刚说很喜欢寒流 很多人也都很关心说明天会去听演唱会吗 嗯 有吗 是谁的 是少女时代 你看盲到都不知道谁来了 会吗 当然会想 可是我明天 我们也好会有很多事情要做 很多的宣传型 对对对 哇 他很想很想看 什么时候到香港宣传呢 有耶 其实我10月2号在香港好像有一场小型的音乐会 10月2号 香港的朋友要来哦好不好 小型的音乐会大概没有准备一些什么样的曲目吗 嗯 我觉得应该会比较多是这次专辑的歌曲 那也希望可以唱一些旧歌 因为现在的曲目都还在讨论当中 嗯 其实我自己有个问题 就是要再回去一下一下 好 你说你 大家可能会质疑说你好像整形啊 或什么的 可是我这种看起来 其实你越变越漂亮 你自己有没有因为在这个圈子真的减肥 或者是做一些努力 你知道减肥这件事情呢 嗯 我其实是比较崇尚健康的这一类的啦 可是因为公司的很多艺人都是直片人 所以他们这样 看完我们公司其他的女艺人 然后就在转头看 我就觉得说 嗯 怎么过胖 会吗 就觉得他很瘦耶 可是没有到瘦 我觉得都是因为现在的荧幕啊 那种16比9的宽荧幕 就是害死整个线上 你知道所有的艺人朋友 主播要检讨了 怎么办 会比较 如果真的要上新的好看的话 其实真的就是瘦一点会比较好 所以 那我自己的话是 就在宣传期的时候会比较瘦 不吃吗 比较忙 也会吃 只是那个就是怎么讲 那个吃的时间会比较不一定 会吃比较少 也会 对吃比较少 因为赶时间 所以整个就是有销售 你有算过吗 从你出道前出道后 真的是有瘦吗 还是 一直这样胖胖瘦瘦 胖胖瘦 胖胖瘦 可是你的运动美少女啦 嗯 对不对 假如说你记得跳啦啦啦 成为美少女 你是美少女啊 可是我在做热瑜伽 就多少就是会拖一点水分 你就觉得自己好像瘦了一圈 然后也有骑脚踏车 所以当艺人不简单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进这圈子之后 我之前真的以为说 我只要就是唱歌就好 我没想到还要做这么多事情 想要进演艺圈的朋友们要小心哦 进演艺圈不好进哦 而且因为又有媒体 然后又要瘦 其实我觉得当歌手真的很难 对 然后还要自己面对很多的质疑 所以这五年以来 假如统结 第五张专辑第五年 然后那么多的歌迷喜欢你或什么 你有没有自己对自己 整理在演艺圈的一个心得这样子 心得啊 其实 让你有什么感想 尽了这个大染缸 没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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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一开始踏入演艺圈 多少是比较以紧张为主 那现在的话就是 稍微比较会应对了 因为以前的话 我是真的讲话讲很少的人 就你可能问我一个问题 我说嗯 对啊 肖敬腾二吗 对 对 就一开始比较不知道怎么回话 对 比较简洁的回答 然后到现在就是会尽量就是能多讲 几句话就多讲 然后也 自己也比较放得开了 嗯 所以就是面对媒体什么的 就是个性有因此讲话 所以才会敲下巴啊 对啊 谁会在那边敲下巴呢是不是 是 好的 那所以到了我们的做送礼物的时间 因为今天很难得邀请到了郭靖来到我们的匹克帮聊天室 跟很多的网友们互动 那么来参加这个聊天室的网友们当然有一些好康啦 对不对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样的礼物呢 哦 就让他往前面 一下到前面 好好好 郭靖呢会制作这个熊熊卡片要送给我们娱乐玩的好朋友们 好 这个怎么做呢 是直接看他想要贴什么 在上面 哇 然后上面有熊熊的卡片 这样是不是 每一个歌手都有那个手工制作时间 目前我看过最简单的是王欣灵 哈哈哈哈 我觉得郭靖这个非常的复杂 这些选一个 逐角 选一个 对选一个 然后你可以自己做一些你觉得喜欢的这个摆诗上面啊 就是我们签个名 送给喜欢你的歌迷朋友们 最喜欢 其实这也可以选一个 对也可以选 这都要写吗 还是就选两个就好了 看他喜欢 看你喜欢 就是弄完之后然后签名吗 对 然后你可以发挥你的那个创作天赋 我可以帮你拿 所以你 所以我的 所以是用这个黏是不是 对 好久没有使用 对啊 美楼课 直接挤 好 你也紧张啊 好 爱心上面的星星 你美楼好吗 你有 妹妹 哈哈哈 欸 那么长 要再绕久一点 要再绕久一点 因为我很少使用那个 对美劳产品 也就是美术课的时候 喂 诶 还是没有诶 真是 你干掉了吗 真的是树干型诶 这里面就一干掉了 要不要再去哪一个 还是浇水什么的 没有 好 还是你先画画 还是我先签名 对 还是你先签名 然后写一些 呃 祝福的话 然后给喜欢你的歌迷朋友 好 你有没有遇过疯狂的粉丝啊 呃 我的粉丝其实还好 都不太疯狂 冷静 但是我遇过奇怪的粉丝 就是他送我一堆 那个别的艺人的那个照片 蛤 对 或者是素描别的艺人 就是没有我 蛤 他送给我 你会问一下为什么 那你看到这有没有傻眼 彻底傻眼 他是素描谁的 他好多哦 什么无尊啊 蛤 然后 他穿错人了哦 就是好多哦 还是他希望你也喜欢无尊 可能吧 哈哈哈 真的太怪了 好 那有没有歌迷在你面前哭过啊 哭 有唱过是女朋友唱歌唱唱 你看到台下有人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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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吗 诶 有有有 我有歌迷就是我去签名会的时候 他就是看到我然后就哭了 我说不要 哭 为什么哭是 他可能就是感动啊 嗯 太感动了 或听到你的歌太有感触了 因为我觉得听到郭靖的歌 很多人会在KTV里不自觉的流下泪来 哎呀 你很烦 年返 哪里的意思 哦哦 难下 没有关系 以后看到年返了 这就知道是谁做的了 好不好 就是郭靖做了 年返了 这原本应该是个音符 对不对 就是年完之后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好 差不多就先这样 好 我们写一些话 那哥们有没有做过 让你最难忘的事情 送过你什么样的礼物啊 或做过什么事情 让你觉得是 还是很感心的 有耶 其实我很喜欢收到他们写的卡 有卡片 正版哦 哈哈哈 钱花在专辑上面 要多多支持正版的专辑跟好歌手啦 好 这是第一个 郭靖制作的这个爱心卡片 哇 大家一定要赶快向我们的提克帮娱乐玩来索取 为什么呢 因为这张年返了 哈哈哈 因为真的太特别了 他年返了 真的 真的 有意思啊 不会不会带回家 一辈子都这样 再来第二个呢 是熊熊卡片啦 好 好 贴上去 他有个 灰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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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又又又不出来了吗 哦 有了有了有了 他可能按久一点点就可以这样子 哇哦 上一次做美劳是什么时候了 哇哦 美劳吗 已经是念书时候的事情了 应该是 但是画卡片是 比较长 对比较长 你会送给姐妹套卡片吗 或者是情人之类的 会吗 会自己做卡片吗 姐妹我会 哈哈哈 哇哦 那当你姐妹很好 感觉你是一个 非常 Sweet 的姐妹 因为我觉得那个 大家真的要珍惜你自己 有情 因为爱情它可能会 稍纵即逝 对 稍纵即逝 但是你如果那个时候不好好 珍惜你的好朋友 嗯 他那时候离开你的时候 到时候你爱情也没了 你朋友也没了 好不好 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这样子 警惕我们人不要见色忘游就对了 好我们熊熊的部分 我们就稍微简单一点哦 好 就是两个眼睛跟两颗星星 这样有比 这样有比王心凌稍微复杂一点吗 其实有耶 因为她的才太简单了 王心凌是我看过最简单的 好 因为她那天是在扇子上面画画 是各有各的风格 哦扇子啊 对是扇子吧 我记得对不对 好 好 好 两张拿给我们的这个镜头看一下一下啦 这两张呢就是呢 这个是郭靖亲手绘制的 所以说今天有上我们这个聊天室的网友们 你可以到匹克帮的娱乐团的这个聊天室上面来 留下这个索取 对 然后就会送给你咯 假如你幸运的话 好 谢谢咯 那这这边的话我们顺便聊一下好了 因为她就说有自己写 OK 网友的提问时间 要怎么拿到卡片 是只要上网站的时候 留下资料就可以 对不对 回答问题 郭靖的问题 然后你就可以 哦 获得这两张 这个 郭靖亲手制作的这个卡片 再来郭靖要不谈一下 最后的情形我们刚刚也介绍过了 对不对 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歌迷朋友说的 嗯 其实就是 我觉得永远的谢谢 对啊 从初到第一张 不管是大家是从第一张专辑开始认识郭靖 但是都谢谢你们一直支持我 然后让我有继续走下去的动力 然后也希望往后的日子 如果还有继续有机会唱歌给大家听的话 也希望你们可以继续支持我 谢谢 好的 那这么今天谢谢郭靖咯 也谢谢所有今天参加的网友们 谢谢你 谢谢大家 谢谢